肉串在烤炉上 滋滋作響 香气喷发 中秋节快到了 最重要的仪式感不能少 彰化的海鲜亮饭店 已经出现采买人潮 像我们家已经有三年没有烤了 应该会连烤三天 前几年因为疫情不能相聚烤肉 今年全面解封 绝对要烤个过瘾 民众采买不熟软 业者也忙着补货 业者每天出货 上百箱烤肉食材 目前已经卖出三千多箱 其中最夯的2980 海鹿豪华澎湃组 内含比脸大的安格斯牛排 大草虾 生食干贝 香肠 鱿鱼等等十五样 可供八到十人享用 光是一个礼拜就卖了五百箱 而且我们要抢在中秋节之前先烤 不然老板说之后可能这边会 就是可能会缺货 还有彰化区运会 推出中秋海鹿烧烤礼盒 在什么都长的时代 八项食材原价1650 下沙1500 内容物同样不马虎 由于香鱼鸡腿排 样样齐全 满足小家庭需求 这人来吃饭方便 不怕吃 还烤 要是都嫌这些太麻烦 台中还有烧烤店业者 提供道福烤肉不顾 去年的话大概 十七八厂左右 对 今年的话大概 减到三十二三十三那边 有劳主顾早在一年前就开始预订 九月份直接电休 全部转外汇 热门时段一天还可以接三场 毕竟中秋节 最大宗烤肉食材鸡肉猪肉什么都贵 比起自己买这种包套 懒人组合省时省力 还有道福烤肉主打不利多 消成为民众首选 记者成熟为金融中李云杰 中台中采访报道